近年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布局加速调整的背景下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由于产业链企业的积极布局 以及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 实现了高速发展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终端产品迅速普及 市场需求逐步扩大 未来五年 中国将迎来超高清视频产业的重量 战略期和发展黄金期 全球最大的市场需求 成为视频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视频是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 视频信息已占据目前60%的网络流量 未来还将增加到85%以上 从市场容量产品成熟度 以及技术发展等指标来看 预计2019年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产值将达到1.5万亿 在超高清视频产业链中 超高清电视是市场表现最为亮眼 技术最成熟 应用最广泛的品类之一 2018年国内4K电视销售达到3190万台 占比67% 远高于全球平均35%的水平 据机构预测到2020年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4K电视消费市场 用户将超过1.2亿户 等线 4.1亿户